警方接到通知 波特兰塔楼突发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有两人从23层的塔楼坠下当场摔死 两人中 其中一人是一位刚满17岁的利比亚一居女孩法拉 而另一人则是一位警员 她今年52岁名叫亚当 负责该案的警官 是一位45岁的女警官名叫莎拉 领导还给莎拉配了一个助手 对方很黑 我们还是叫他老黑吧 23层的高楼上掉下来 现场绝无生还的可能 莎拉只见到满地血迹 法拉和亚当尸体分别躺在地面上 莎拉抬头发现塔楼顶上似乎还有人 她决定上楼顶了解情况 楼顶上果然还有三个人 莎拉见到一男一女两名警员 旁边还站着一个在风中发抖的小男孩 男警员名叫乔治 他是巡警部门的老大 死去警员亚当和女警小丽就是乔治部门成员 由于出现命案 乔治他们只属于巡警 因此他们需要把命案调查权交到重案组莎拉手上 交谈后 莎拉大致听明白 利比亚女孩法拉挟持小男孩保罗到楼顶 而小丽和亚当接到报警当赶到楼顶 亚当出手挽救保罗 不料和法拉一同坠去楼下 莎拉不禁疑惑 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又不是恐怖分子 她为什么要挟持小男孩 她挟持小男孩来到楼顶准备干什么 莎拉将保罗带到楼下 此刻一个女人冲过来 女人一把将保罗搂在怀中 她是保罗母亲名叫小曼 小曼带着儿子离开 莎拉安排老黑去搜集所有视频监控 另外把现场拍摄的吃瓜群众手机全部收过来 在他们把视频传去网上前 把他们拍的东西全部删除 女警小丽是唯一目击者 莎拉势必要对小丽进行问询 莎拉从领导口中了解的法拉的父亲汉森 不知什么原因被乔治他们拘留起来 莎拉来到拘留室 将法拉之死通知汉森 突如其来的噩耗 让汉森一时不知所措 他趴在墙壁上失声痛哭起来 另一边一头雾水的老黑 将消息透露给莎拉 他准备给小丽路口共事 可小丽却被乔治送回家了 两人临走时谁也没通知 老黑打了小丽电话 可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无人接听 老黑来到小丽家 砸开门锁 只见床上放着小丽刚换的衣服 而小丽本人踪迹不见 基于这种情况 莎拉有必要询问乔治 小丽去了哪里 为什么联系不上对方 刚带亚当妻子 过来认领尸体的乔治告诉她 她的搭档刚死 她心情难过说不定 躲去什么地方悲伤去了 不过莎拉觉得 身为警员 她应该知道工作程序 如果不能联系上她 莎拉马上公布她的照片 让民众提供线索 因为案情无法等她平复心情 不料乔治表示 小丽是一起性侵加命案的目击者 目前凶手在逃 如果公布她的照片 小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而且有证据显示 亚当和法拉坠楼 强奸杀人犯科比 手机信号层出现在大楼附近 乔治表示 自己会想办法联系小丽 莎拉来到小曼家 小曼讲述了事情经过 小曼和法拉家互为邻居 法拉一家从利比亚 刚搬来隔壁不到一个月 他们把垃圾扔的到处都是 小曼找物业投诉过 可他们不但不改 汉森还用钥匙去划小曼的车子 小曼担心发生什么事情 于是报警试图 让警方出面解决问题 小丽当时承诺 会出面去找汉森谈的 至于后来发生什么 小曼不得而知 但对于那个女孩 将儿子带去楼顶的疯狂行为 小曼恨得牙根都痒 他死归他活该 他们一家都是恐怖分子 事实上小丽和亚当 从小曼家离开来到汉森家 此刻汉森不在 而汉森的母亲和女儿法拉在家 就在小丽四处查看时 法拉从学校放学回来 刚好亚当堵住法拉 小丽并没听到两人说了什么 说话间汉森从外面回来 见到家里站着警察 老汉不明所以回头就跑 见到这情况 亚当立刻驾车追上去 而小丽拦住法拉 声称只是找汉森问几句话 并没抓捕他的意思 这点他可向对方保证 时间来到第二天 警局厕所里 老黑见到正在鼓刀的沙拉 根据经验判断 他昨晚应该又在办公室里 加班没回家 老黑将线索同步给对方 信用卡消费记录查到 昨晚上小丽从自动取款机上 提取300英镑和小丽行踪 依然沉迷 沙拉昨晚查了科比凶案资料 死者名叫小林 她是一位妓女 而科比是一个犯罪团伙头目 小丽是唯一见过科比 殴打小林的人 沙拉让老黑查一下 看看两个案件是否存在关联 目前该案疑点重重 昨晚下午 小丽和亚当率先赶到楼顶 可两人执法摄像机都没打开 他们当时急没呼叫求助 调度中心呼叫二人 他们也没做任何回应 过了半小时 有人看到法拉和亚当从楼上摔下去 两人为什么不打开执法摄像机 调度中心呼叫 他们又为什么不回复 三个大人带着保罗 在楼顶长达30分钟 他们到底干了什么 对法拉尸检过程中 沙拉发现他口袋里的一张纸条 上面寄着小丽电话 原来那天亚当和小丽两人 并没追上汉森 小丽返回通知法拉 他给法拉保证 只是让其父亲去警局问几句话 绝对不是抓捕的 小丽给法拉留下电话 希望法拉能告诉父亲汉森 沙拉两人同步线索 法拉身上和家里都没发现他的手机 老黑查了所谓科比手机信号 出现案发现场之说 已经核实 那根本不是科比手机 而是科比手下一个小弟手机 沙拉判断 自己应该被乔治给耍了 那或再为小丽争取时间 误导他们调查方向 两人翻找小丽和亚当的储物柜 可柜中并没发现法拉的手机 两人查看打开柜子记录时 却发现案发当时 乔治拿走备用钥匙 打开过小丽和亚当的储物柜 这让沙拉一头雾水 大家都忙着去破命案 作为两人的领导 他却偷偷去开下属储物柜 你觉得这正常吗 通过出租车公司 沙拉终于查到小丽行踪 当小丽收拾东西 正准备跑路时 却被沙拉当场截住 可小丽也不是省油灯 趁着老黑驾车驶来 小丽冲上对面车道 在几人诧异中 小丽三两下逃得不见人影 沙拉见到了汉森的律师 对方简单介绍了法拉一些情况 利比亚战争爆发 法拉随父亲申请来英国避难 但申请避难并非一件容易之事 他母亲在等待过程中 不幸被炸身亡 对于报纸上 把法拉定性为挟持保罗的恐怖分子 律师认为媒体泰国了 任何事情都有原因 法拉为什么带保罗去楼顶 到了楼顶都干了什么 在无任何证据下 煽动民众对他们家产生仇恨 根本没任何意义 警局里沙拉调出小利他们审问汉森的记录 据档案记载 法拉事后确实说服父亲去警局自首 可小利并没像当初承诺那样 只是对汉森进行问询 小利他们已破坏公共涉事罪 对汉森进行拘留 审问中记录 汉森指责小利和亚当无端闯入他家 而亚当更是朝着法拉说出侮辱性一言 亚当声称法拉是圣战小姐 而甚至称汉森为某拉登 十分恼火的汉森当即提出 会向警方投诉亚当这一粗暴行为 时间回到坠楼 案发七天前的晚上 乔治和小利从酒吧驾车回家 乔治提到汉森投诉亚当侮辱性言论之事 乔治表示 这不是什么大事 他会帮亚当摆平此事 随后乔治带上小利 去到乔治公寓开启了混战模式 结束分局调查工作 莎拉回到自己的警局 查看小利关于亚当投诉笔录 莎拉发现小利先后递交过两次笔录 第二份笔录 在第一份笔录上交一周后递上来 他为什么要做两次笔录 在第二份笔录上交后 乔治驳回汉森对亚当的投诉 并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将汉森拘留 而随后就发生法拉 带着保罗去楼顶之事 莎拉和艾米 见到负责小林案件警员 对方名叫肯尼 肯尼介绍了科比案件一些情况 据对方回忆 小利和亚当接警 来到一个叫小林的女人家 她是一个妓女 小林被打得面目全非 见到这种情况 亚当赶紧去联系救护车 就在小利安慰对方时 突然一个男人闯进房间 对方就是犯罪团伙 头目科比 见到房间有警员 科比以为小林报警 让警方参与进来 她当即拔枪指向小利 科比一把扯下 小利身上的执法摄像机 头也不回走出房间 时隔不久 亚当从外面回来 她通知房间小利两人 救护车马上就到 由于受到惊吓 小林不愿去医院 亚当关掉自己 摄像头警告对方 如果你不去医院 可能会被警方拘留 小林不得已 只能跟着医护人员去了医院 可来到医院的小林 并没能真正活下去 因为小林被送过来为时已晚 她最终因脑出血死在病床上 因此 小利也是小林案件的直接目击者 汉森主动叫来沙拉 她表示 就在自己投诉亚当侮辱法拉的第二天 亚当上门拿走了法拉的手机 因为法拉留了心眼 她趁亚当没注意 用手机录下两人谈话录音 得知小利替亚当提交第二份证词 证明亚当没说过任何侮辱法拉的话 而父亲可能因此重新被关警局 法拉给小利打去电话 声称她手机录下当时和亚当的谈话 因此亚当才上门将法拉手机拿走 汉森将一张照片递到沙拉手上 这就是法拉 希望你帮她查明真相 与此同时 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小利见到了乔治 小利不想再过四处躲藏的日子 她向乔治坦白 自己准备找沙拉自首 乔治拿出一部手机 那正是法拉的手机 原来在去往塔楼的路上 亚当就通知乔治去储物柜中 将法拉手机拿走 因为失去手机 无法为父亲翻案 法拉带着小曼的儿子保罗来的塔楼 威胁亚当把她手机还回去 真相是两人在争执过程中 亚当与法拉同时从楼上摔下去 乔治不希望自己手下事情遭到曝光 他极力掩饰此事 不惜让小利两次修改自己证词 如今这款手机 就是证明法拉死亡的关键性证据 乔治不忘提醒对方 你修改过证词 如果此事曝光你同样会坐牢 现在把责任全部推到死去的法拉身上 使他挟持小男孩去往楼顶 亚当舍身去救小男孩英勇死去 而你又没任何损失 何乐而不为呢 与此同时 沙拉带人来到乔治家 准备对他家进行全面搜查 因为那款手机实在重要 沙拉必须找到法拉的手机 可乔治妻子 以乔治不在家为由 暂时拒绝沙拉他们进门 乔治驾车回家 只见家门前围满警员 他无法开车返回 乔治回家 沙拉马上组织人力 对他家进行彻底搜查 妻子打开咖啡发现 乔治递过来的咖啡杯中 居然藏着一部手机 妻子并没声张 继续往杯中加奶 随后拿起咖啡喝了起来 塔楼顶上 老黑终于见到小莉 是小莉主动打了老黑电话 她准备告诉老黑实情 老黑将线索同步给沙拉 对方指示 把小莉暂时隔离起来 不许任何人见她 刚从停尸房回来 沙拉知道在法拉案件中 小莉撒了谎 法拉指甲里残留亚当 手臂上皮肤组织 沙拉基本搞清 两人死亡真正原因 另一边 乔治正在家里举杯痛饮 见到妻子从外回来 妻子告诉她 放心已把那部手机处理掉 你可以放心和你小女警缠绵了 警局这边 沙拉将线索同步给领导盖锐 尸检后证明亚当手腕上残留抓伤 而法拉指甲里提取到对方皮肤组织 这种情况应该不用多说了吧 审讯室里 沙拉回顾了整个案情 整个事情因汉森邻居投诉引起 你和亚当去法拉家走访 期间亚当用侮辱性语言 询问了法拉一些情况 而你先后两次修改了证词 尤其后一份证词 表明当时亚当没说任何侮辱性词语 可如果亚当没用侮辱性词语 法拉后来为什么带着保罗去楼顶 还有 当时楼顶上只有你们三人带着保罗 到底发生过什么 小丽承认自己和乔治发生过混战 可他此刻坚持 自己两份证词都没撒谎 第二份算是补充说明 强调自己观点而已 对此沙拉自然不信 也为第二份证词开头写道 应领导乔治要求下 不写第二份证词 沙拉判断乔治操控着小丽 试图采用包庇的手段隐瞒此事 小丽解释了这两天 自己隐藏起来原因 因为事发突然 自己只想找个地方消化悲伤罢了 沙拉拿出走访汉森的谈话录音 当时女警根本没在房间 她如何听到亚当全程没说 侮辱性语言 再说法拉当时有用手机录音 法拉告诉过女警此事 而法拉手机却被亚当强行拿走 女儿如此相信那位女警 劝父亲去警局自首 事实上女儿相信的 其实就是根本性错误 听到这话 小丽瞬间崩溃 一直没说话的老黑 却突然开口叫住暂停 沙拉也有些开心 小丽眼看要扛不住了 这几天的努力 很快就能得到答案 休息期间 什么人给小丽送去一杯咖啡 可再次对小丽进行问询 这次小丽明嫌与之前不同 她似乎变得沉着冷静 小丽回顾了塔楼上的情况 接到报警小丽来到塔楼时 亚当三人已提前站在楼顶 为了不造成危险 小丽承认自己辜负了法拉 希望法拉将保罗交过来 法拉到梅为难小丽 将保罗交到小丽手上 可当小丽试图去拉法拉意外发生了 法拉转身自己不慎摔下楼顶 因为她站得实在太近了 而亚当为救法拉 自己也不慎跟着摔下 这个反转足以让沙拉吃惊 小丽出于救人 而法拉因为躲避不及 自己失足摔下高楼 亚当依然是一位好警察 临终前仍然试图去救人 老黑提醒 小丽试图救人 不会受到任何起诉 这种结局让沙拉仿佛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隔着窗户她发现 老黑送走小丽 两人站在外面悄悄说着什么 老黑回到房间 沙拉质问对方 小丽昨晚打你电话 你去接小丽 短短两公里路程 你居然用了九十分钟 另外 刚才审讯到了关键时刻 你果断叫停 监控中 你给小丽送去一杯茶 导致她后来证刺 无任何漏洞 你在这起案件中 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老黑也没隐瞒 小丽只有二十岁 她只犯了一个错误 支持自己搭档 难道你要将她送进监狱吗 如今这结局 对你有什么影响 你偏偏去帮一个死去的女孩 追究小丽责任 沙拉简直要气疯了 她有没有罪不是你我说了算 有陪审团 有法官来判 你私底下帮助她 难道你能代替法律吗 小丽回到警局 此刻接到通知 凶案组已将科比擒货 需要小丽过来指认凶手 小丽指认出 科比正是拿枪威胁自己 和殴打小林的男人 法拉的葬礼和亚当同一天举行 两者不同的是 亚当是一位英雄 她的葬礼庄严而隆重 法拉是一位恐怖少女 她挟持小男孩 准备朝着男孩下手 因此 她的葬礼 除了小丽外 没任何人参加 小丽没去参加亚当葬礼 她告诉沙拉 自己会和对方一样 成为一个好警察 沙拉听后有些无语 这些话地下的法拉能听到吗 好了 电影结束 感谢关注 下期见 感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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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关注